港大這個學生會 評議會 港大裏面各個學生組織都有代表 在這個評議會裏面 竟然可以就住一件這麼冷血的事件 一個人去襲擊一個執勤的警察 想置之死地 而是作一個這樣一致通過的聲明 哀悼 認為這位的暴徒是為香港犧牲 要向他差不多致敬 是真的令人非常發展 無論作為行政長官 作為港大校監 甚至作為普通市民 我都非常憤怒 亦都有些對於我們的大學 可以有這樣的學生的評議會 這麼多的學生代表做這樣的行為 是為這間大學感到有點羞愧 因為不是一個學生 甚至不是一個妹 儘管你說他們出來自怯 亦收為這個聲明 但我覺得作為大學當局 是應該繼續採取行動 我留意到校董會主席 李國章教授 亦都表示是會跟進這個 結果用甚麼的跟進方法 就要交給大學當局 如果在執法方面 警務處覺得都有跟進的空間 我亦都會同意 就由執法機關來跟進 但是無論由執法機關跟進 或者由香港大學的管理層跟進 我都不會加入 我亦都不會加入 我亦都不會加入 所以我一直都不會加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